即是好像我從信主到現在 直到現在搞Bilibala Bible 都被人拆不少 應該是不用怕的 我只是一個轉告的信差 但不知為何就很害怕 這段經文也有一定程度的安慰 有時候很搞笑 別人不聽你又不開心 但別人聽又怕他不開心 Anyway move on 到第四段 第八節開始 他說人子你要留心聽我告訴你的話 即是有趣 之前就沒有說留心 但現在這裡就要說留心 當然我不可以說 在之前的幾段就不需要留心 這個大概不是經文裡面的意思 但也強調了第八節是很重要的 他就說不可以像他們一樣叛逆 你要開口 將我要給你的食物吃了 這段我又不是太明白 即是神好鄭重其事 叫他要留心聽 但那個警告就是 不要好像他那麼叛逆 即是令到我覺得 即是甚麼意思是叛逆呢 他又不是啊 你已經猜顯他 為何還要咬他這樣的說話呢 即是我覺得好像很慘 即是你叫我做事 叫人不要叛逆 但你第一句警告我就是叛逆 那究竟叛逆是甚麼意思呢 那叛逆是究竟是離開神 犯罪行得罪神 還是為甚麼呢 即是用道理來說 就是很合理的 即是你叫那群人不要說髒話 或者不要吃煙 然後就是 但你自己不要吃煙 你自己不要說髒話 這樣好像很合理的 但在感受上就很難頂 即是 哇神 你知道我不是這樣 你知道我是這樣 那為甚麼你還要說一句這樣的事呢 那你是否相信不過我呢 那我們暫時 然後我們繼續進行 神就叫以西傑開口 吃東西 咦 有東西吃 你開心 原來就不是吃其他東西 是吃舊書卷 那這裏有一點象徵的手法 即是不是真的吃的 或者當我們 即是嘗試去修改一段經文的時候 就不是叫你 浸淋了一本聖經 然後四碗水煲一碗 然後 空肚飲 像人家那些 滑符那些 喝符水 就不是 第三章會形容多些 他吃書卷 暫時就不說 但他這裏形容到 書卷 正反裡面都寫著字 而那些字是寫滿了 哀動 嘆息 和悲痛的說話 以前的書卷有大有小 大的就可以整個人那麼高 因為以前是用羊皮做書卷 整隻羊那麼大幅 究竟書卷有多大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就 裡面都寫著字的 那為什麼裡面的說話呢 是慘的說話呢 那很明顯呢 就這裡說著這個書卷呢 就未必是說著整本聖經了 因為整本聖經不只是說慘情的東西 那這個呢 仍然指到就是神要 以西傑轉告以色人的一些說話 我相信 那為什麼會是 慘的說話呢 那至少你可以看到幾樣東西 就是 第一他們已經是亡角爐 那這個本身已經是慘的了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因為前文他們說到就是 他離棄了神 那離棄了神 很明顯的結局就是慘的了 那離棄了神都不要緊了 那這樣 神差遣才知道去到達 他仍然都不聽了 那結局就更慘了 那所以呢 總結來說就是 就是 他的心靈和肉體呢 都很慘 有時候很慘的一件事就是 以西傑 那就是 就是 你要說這麼慘的信息 那怎麼說得出口呢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傳福音是要傳得很起敬 那樣東西都很開心 那你覺得就會更多人信主 那你現在教呢 就是說 就是當你去給人家 feedback 人家的時候 批評人家的時候 先讚他三句 好的 然後再踩他 那如果全部都慘情的東西 全部都踩他的時候呢 真的很慘的 就是他一定反抗你 那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呢 新聞講的幾乎每一個新聞都是慘的 那不是哪裏死人那麼扭呢 就是哪裏打仗饑荒呢 那你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以西傑 身為一個先知 身為神那個說話的轉告者有幾困難 第一就是 那些人不聽話 但是他們又可能覺得 是神不理他 那第二就是 他 基本上已經知道那些人 是很多時候就不會聽 甚至乎是他反抗他 第三就是 他可能知道了 這些說話說出來的結局 又或者那些人的遭遇 本身是很慘的 那你怎麼說得出口呢 那用回這件事呢 我們就看到 第八節 為什麼神要警告以西傑 這裡說的未必是 說以西傑犯了什麼離天大罪 而是說如果以西傑不肯開口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半逆 因為之前 神罵的人就是不聽話 那假如 神叫以西傑說話 而以西傑不說 那這個本身就是一個不聽話 那不聽話有很多種 但是我們會不會因為 不為神來說話 不為神來開口 而得罪了神呢 這個又值得提醒 所以無論得事不得事 都要沒有要傳到 這個經文大家很熟 但是如果大家讀完以西傑書 第二章的時候 又會不會有更深的領會呢 那例如第一 你不需要take it personal 因為你預料了他不聽的了 那如果不是他之前都聽了 不需要你現在去說 第二 無論結果是怎樣 可能他被人喜樂 那你都應該要說 那第三呢 可能那個結果呢 是失誤所有人的 那當然你盡力去愛心說 誠實話 但是如果是真的失誤的時候 你仍然要說 如果你不說呢 就是叛逆 跟其他人一樣 那下次再跟大家說 第三章 另外那三段經文 那這樣 歡迎收聽這個bilibala Bible